东汉末年,时局动荡,群雄并起,各路军阀们为了争夺汉王朝的天下,登上权力的宝座,因此连年征战,互相讨伐。 在这一时之间,风起云涌,众多的英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,为人们演绎了精彩分成的大戏。 我们都知道,当东汉王朝灭亡之后,此时的赢家是曹操,但是古人曾经说过,笑到最后才是笑。 这也间接地说明了,一切事情没有到最后,就不要轻易地下结论。 最终,在司马懿的阴谋之下,刚刚建立的曹魏政权分崩离析,被司马氏家族取代。 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权臣之一,司马懿一共有九个儿子,其中比较有名的还是司马氏和司马昭兄弟二人。 不过司马懿虽然孩子很多,但他九个儿子的最终结局却大多比较悲惨。 那么具体有多悲惨呢?下面带你详细了解。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施。 司马施不但是司马懿的长子,而且还是嫡子,他的母亲是司马懿的正妻张春华。 司马施生于公元208年,这一年恰恰是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。 因为家事比较显赫,司马施的仕途大体上还算顺利。 不过后来,司马懿在家装病期间,司马施也受到了一定的波及。 但是在这期间,司马家续养三千死士的工作应该就是司马施来负责的。 在公元249年,10年42岁的司马施追随父亲发动了高平陵政变,自此掌握了曹魏的朝政大权。 在三年之后,司马一病逝。 司马施身为司马家的长子,很自然地就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。 此后的几年里,司马施不但对外抵御驻吴国和蜀国的进攻。 而且,在内部也清理了大量反对者为后来司马家篡位奠定了基础。 在公元255年,司马施因为眼睛长了肿瘤,做了一个切割手术。 但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,最后伤口出现了感染,结果被活活疼死,终年47岁。 另外,司马施一生没有儿子。 所以司马施死后,司马家的大权只能由弟弟司马昭继承。 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。 司马昭的人生前期也比较顺利,他在司马施去世之后,接管了魏国的大权。 司马昭掌权后,继续排斥一己,架空曹家皇帝。 后来,曹家的皇帝曹毛打算发动兵变诛杀司马昭,却反被司马昭杀死。 也正是在司马昭这一带,司马昭被加封为进攻,奠定了晋朝的国号。 除了内斗之外,司马昭在治理国家和领兵打仗方面也比较有能力。 在公元263年,司马昭领兵伐蜀,最后灭了蜀国。 灭蜀之后,司马昭的声望和资历都已经足够,足可以完成篡位之举。 于是在公元264年这一年,司马昭被加封为晋王,距离改朝换代,已经只差咫尺之遥。 但就在这个时候,司马昭却忽然病重,最后还没来得及篡位,就急匆匆地病死了,终年55岁。 在司马昭死后,仅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,他的儿子司马昭便成功篡位,正式建立了晋王朝。 司马昭的后半生,一直为了篡位而努力,但是最终却倒在了成功大门的门槛之前,实在是令人唏嘘。 估计司马昭临死之前,也是死不瞑目。 另外,司马昭的七个儿子结局也比较凄惨。 其中四个儿子,压根没活过十岁。 另外三个儿子,一个司马炎当了皇帝,勉强算是善终。 但另外两个后来却因为那场巴王之乱,下场极其悲惨。 司马昭第三子,司马昭。 司马昭是司马昭和自己的小妾服侍所生,所以是数字没有继承权。 但是在司马懿的后代当中,司马昭算是最幸福的一个了。 司马昭出生的时候,他爹的官职就已经很高了。 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,司马家就通过政变彻底掌权了。 后来,曹家的那位皇帝曹毛发动兵变的时候,就是司马昭亲自下手杀了这位曹家皇帝。 晋王朝开国之后,司马昭被封为狼牙王。 后来,司马昭更是亲自率军灭吾,亲自接受了吾国末代皇帝孙昊的投降。 在公元283年,司马昭因病去世,终年57岁。 此时正是司马炎在位晋朝最巅峰的时候,所以结局应该还是比较好的。 但是司马昭的四个儿子,结局都比较悲惨。 要么英年早逝,要么参与八王之乱后惨死,要么死于西晋灭亡,反正结局都是十分的悲惨。 司马昭和老三司马昭一样,也是司马昭小妾服侍所生。 不过相比老三,老四的结局很惨。 在近五弟司马炎死后,司马亮便是宗室当中最有实权的一个王爷了。 但是不久之后,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,掌握了大权。 司马亮和贾南风不是一个阵营,算是相互敌对的关系, 所以最后司马亮被乱刀砍死,死状极惨。 司马昭第五子,司马干。 司马干在司马懭的几个儿子当中最为长寿。 司马干是张春华的儿子,和司马师和司马昭一样都是嫡子。 司马干出生的比较晚,在他出生的时候,司马一已经身居高位。 成年之后,司马家又开始掌权,所以一生都比较顺利。 另外,相比司马家的其他王爷,司马干罕见得对权力没什么兴趣。 所以,后来在八王之乱当中,不管大家怎么斗,始终都没波及到司马干本人。 在公元311年,司马干去世,终年八十岁。 他不光活得很久,死得也正是时候。 因为就在司马干刚刚去世之后,刘渊之子刘聪便攻陷了洛阳,在六年之后,西晋就灭亡了。 不过,这位司马家唯一善终且长寿的王爷,本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,因为他对尸体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癖。 司马干的一位爱妾死了之后,他非但不下葬,反倒继续留在家里。 并且,每隔两天便打开棺材和尸体一起睡觉。 直到尸体彻底腐烂之后,才不得不下葬。 所以后世便由史学家大胆推测,司马干有可能不是不想争权,而是精神有一些问题,所以才没有参与到夺权斗争。 司马一第六子,司马精。 司马精也是司马一小妾服侍所生。 他作为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一母弟弟,在晋朝建立之前就去世了,年仅24岁。 因为英年早逝,所以司马精没能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藩王。 正因为他死的时候,晋朝还没开国,所以他在史书上基本没什么详细的记载。 司马一第七子,司马俊。 司马俊还是司马一小妾服侍所生。 他应该算是司马家少有的正常人,而且文武双全,很有才能。 在西晋开国之后,司马俊一直镇守在北方,功勋十分地卓越。 在公元286年,司马俊因病去世,终年54岁。 当时正是西晋最巅峰的时候,所以也算是死的正是时候。 和司马咒一样,司马俊作为西晋初期的藩王,因为去世的时间相对较早,所以没有被卷入到后来的八王之乱中。 在司马懿的几个儿子之中,他应该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人,因为他的子孙后代大多善忠。 司马一第八子,司马戎。 司马戎属于司马一小妾张氏所生,他是八王之乱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 司马戎曾经和老九司马伦一起废除了贾南风,重掌了司马家的大权。 但是,在后来,老九司马伦篡位,然后又被其他司马家的王爷讨伐,又被逼得不退位。 因为和司马伦有关系,所以司马戎也受到了波及。 后来虽然是正常死亡,但司马戎这一只却彻底衰落了下去。 司马戎第九子,司马伦。 司马戎是司马义和百夫人的儿子,同时也是司马义最小的儿子。 司马戎曾经主动带领司马家宗室拨乱反正,废除了贾南风。 但是,如上刚刚所述,之后他却擅自废了进会帝司马中,自立为帝。 所以,导致被司马家其他的王爷们围攻,最后兵败被杀。 而司马伦死后,他的几个儿子基本上也全都被赶尽杀绝。